主料,高净面粉250克,水135克,辅料,油28克,盐2.8克,糖20克,酵母4克,鸡蛋1个,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以上所有材料,除了玉米油之外,全部合成泥,用后油把,拉出泡馍,室温发酵40分钟,入冰箱冷藏发酵, 12-14小时乘2倍大,发酵后的面团排气,分成4个小剂子,包上保鲜膜,醒15分钟取,取一个小剂子,焊成牛蛇形,抹入紫薯泥,油盛至下,捡起来,一次做好4个,满入模具内,二次发酵乘2倍大,刷上蛋液,撒上黑芝麻,入烤箱160度,烤30分钟,烹饪技巧, 发面比较费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